他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变态杀人狂 也是风度翩翩的儒雅绅士 他是舌尖上的美食家 也是博文强制的医学博士 我们只记得他残忍的杀人手段 但是却不知道他悲惨的童年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英国的惊悚片《少年汉尼巴》 故事发生在1944年的立陶宛 当时的二战已经接近尾声了 意识到大势已去的纳粹德军仍在富裕顽抗 汉尼巴出身立陶宛的贵族 他和妹妹米莎还有父母一起住在郊外的城堡里 由于城堡太大 很容易成为德军的攻击目标 因此汉尼巴的父母决定把一家人 转移到附近的木屋里占住 汉尼巴的家里可不是一般的有钱的 珍珠玛瑙匪最算是值钱的珠宝一楼筐啊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汉尼巴的老妈把珠宝藏在了野猪标本的嘴里 没过多久 一股德军的残余带着一帮伪军来到了汉尼巴家的城堡 德军在这部影片里不重要 我们主要说的是这帮跟流寇没什么区别的伪军 他们也是把汉尼巴培养成石魔的主要原因 汉尼巴天赋异禀 小时候就表现出了过人的聪慧 几天后一辆苏军的坦克来到了汉尼巴家的附近 他们只是过来给坦克加点水 但不幸的是被德军的轰炸机给发现 在这场战斗中汉尼巴的父母不幸云难了 几名苏军士兵也全部阵亡 家里唯一活着的就剩下汉尼巴和妹妹米莎了 以鸡贼叔为首的伪军小队跟着德军可没少祸害老百姓 严瞅着大势已去 他们也开始掠夺财务准备跑路了 失去了父母的汉尼巴从此和妹妹相依为命 天寒地冻家里基本上已经没有食物了 鸡贼叔的伪军小队在逃跑的过程中 路过了汉尼巴家的木屋 这帮土匪冲进汉尼巴家 准备在这歇歇脚顺便再找找食物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 汉尼巴拿起长毛反击 但是很快就被制服了 土匪们一看家里只有两个孩子也就没当回事 可他们翻遍了所有的地方 只找到了几个发明的土豆 鸡贼叔派人出去找食物 但基本上是一无所获 刚开始还好 可时间长了这帮家伙受不了了 为了不被饿死 他们残忍地杀害了汉尼巴的妹妹 八年后汉尼巴家的城堡已经变成了一家孤儿院了 汉尼巴也住在这里 自己的家被政府收走 汉尼巴的心里当然不好受 由于不服管教 汉尼巴经常会受到惩戒 妹妹的死对汉尼巴来说是一生的梦言 这种刻骨铭心的经理 在她的心中烫下了深深的烙印 有一次她无意中在抽屉里找到了家里的一些信件 其中有一封是她远在法国的叔叔写给她父母的信 汉尼巴逃出了古儿院 她把火车一路颠沛流离 最终来到了法国哀汤普的叔叔家 可遗憾的是 汉尼巴的叔叔在一年前就去世了 接待她的是漂亮性感的婶婶子夫人 到目前为止 莱克托家族只剩下汉尼巴和婶婶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汉尼巴再次梦见了妹妹被杀的情景 幸好有婶婶的照顾 汉尼巴才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 子夫人出生于日本的一个大家族 崇尚50道精神 她本人也是一个剑术高手 从此之后 子夫人不仅将自己的生平所学悉心传授给了汉尼巴 还教会了她很多做人的道理 转过天 汉尼巴跟着婶婶到菜市场买菜 卖猪肉的屠夫对子夫人出言不逊 被汉尼巴叮领咣胖握揍了一顿 这个屠夫曾是德国纳粹的傀儡维希政府的人 一个与德军合作的卖国贼 因此有关部门肯定倾向于汉尼巴和子夫人 对德国纳粹充满仇恨的汉尼巴 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了 她拿着子夫人的50刀来到河边 找到了正在钓鱼的屠夫 七里咔嚓就把屠夫给插了 并且还把屠夫的头给砍掉了 当子夫人听说屠夫被插之后 马上就意识到这件事肯定是汉尼巴干 她来到供奉祖先的祠堂 看到了屠夫的那个人头 汉尼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得意 不停地在子夫人面前炫耀 而就在这个时候 负责这起案件的督察来到了他们家 作为嫌疑人 督察把汉尼巴带到局里接受调查 虽然督察动用了测谎仪 但早就变成冷血动物的汉尼巴 没有露出丝毫的破绽 作为负责处理战争罪犯的督察来说 她虽然意识到这件事是汉尼巴干的 但从感情上来讲 她也是非常理解 因为在这场战争中 她也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不过一马归一马 即便屠夫该死 那也应该由政府定她的罪 她劝汉尼巴说出真相 但汉尼巴根本不为所动 就在督察审问汉尼巴的时候 子夫人把屠夫的头 插在了警察局门口的栅栏上 几天后 有关人员给子夫人送来了一份文件 由于汉尼巴叔叔的遗产税太高了 子夫人根本无法承受 因此有关部门 马上就要收回这些房产了 子夫人无奈 只好带着汉尼巴来到了巴黎 来到巴黎之后 汉尼巴进入到圣玛丽医学院学习 并获得了一份奖学金 不过学院给她的这份奖学金 并不是无偿的 汉尼巴必须通过她的劳动获得 她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解剖和准备尸体 这份工作为她将来的犯罪 打下了坚实的接触 一天晚上 汉尼巴去监狱取尸体的时候 刚好遇到督察正在审问一个麦国贼 为了让犯人说实话 督察给犯人注射了一种麻醉剂 这种麻醉剂不仅能让犯人 回忆起很多过去的事情 还能让他们说实话 为了回忆起小时候妹妹被害时的情景 汉尼巴偷走了那瓶麻醉剂 晚上汉尼巴回到家 给自己打了一枕麻醉剂 从而记起了当年那些闯入她家 并杀害她妹妹的坏家伙们 原来当年那些人之所以杀了汉尼巴的妹妹 而没有杀她 是因为她妹妹当时得了肺炎了 他们认为即使他们不动手 汉尼巴的妹妹也会因为肺炎而死 这帮坏蛋为了杀人 还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 之后盟军的炮弹轰炸了这里 这帮人一看大事不好 全都撒自跑了 由于当时忙着逃命 他们把所有人的狗牌不慎留在了木屋里 最后汉尼巴走出废墟 被赶来的盟军给救了 为了替自己的妹妹报仇 汉尼巴回到了立陶宛 在过边境的时候 汉尼巴的名字引起了 当年的一个伪军士兵大背头的注意 汉尼巴回到当年的小木屋 大背头也跟着过来 汉尼巴不仅从废墟中取走了 当年他老妈藏在野猪标本嘴里的珠宝 还找到了那些伪军士兵的狗牌 而这一切全都被大背头也看到 大背头本想偷袭汉尼巴 但是反被机灵的汉尼巴也揍弄拳了 为了让大背头说出他的同伙 汉尼巴开始折磨这个家伙 最后大背头实在是扛不住了 说他的那些同伙 现如今大多数都在法国的丰南买路 他们的小队长鸡贼叔也在那 杀了大背头之后 汉尼巴用大背头塞帮上的肉 就地做了一顿美味的烧烤 当警察发现的时候 汉尼巴已经回到了法国 大侄子好几天没回家 可把子夫人给急坏了 汉尼巴也没有隐瞒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转过天 两人来到了丰丹白露的一家餐馆 这家餐馆的老板小胡子 正是当年杀害汉尼巴妹妹其中的一员 让汉尼巴吃惊的是 小胡子女儿的手帮上 居然带着他妹妹的手续 当小胡子从女儿的兜里 发现自己当年的狗牌后 他意识到可能是要出事 晚上他开车来到码头 找到了当年伪军小队的小队长 鸡贼叔 现在的鸡贼叔 带着他当年的那些手下 正在做贩卖人口的非法声音 此时大背头被杀的消息 已经传到了他们这里 为了以绝后患 鸡贼叔派小个子 枪往巴黎去干掉汉尼巴 大背头的被杀 很快引起了督察的注意 他再次来到子夫人家 希望能得到大背头通伙的消息 并提醒子夫人 如果汉尼巴敢在法国杀人 他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看着汉尼巴贴在墙上的那些素描画 杜查尼巴哥突然窜上一股凉气 他意识到很可能要出大事 晚上小个子潜入医学院的实验室 准备把职业班的汉尼巴给干掉 但是他跟大背头一样 也同样遭到了汉尼巴的反杀 从小个子的随身证件中 汉尼巴得知了鸡贼叔的地址 他先是虐待了小个子一会儿 然后把水池的盖盖上 汉尼巴这边刚收拾完小个子 杜查又找上门了 杜查是一直想抓到鸡贼叔 他希望汉尼巴能够给他提供消息 在询问汉尼巴的时候 汉尼巴说出了自己的妹妹 被鸡贼叔的人杀害并吃掉的经历 虽然杜查很同情汉尼巴 但他仍是希望汉尼巴 能把鸡贼叔的人交给他来处理 此时子夫人和汉尼巴的感情 已经不仅仅是婶婶和侄子那么简单了 子夫人希望汉尼巴不要再杀人了 但汉尼巴已经走火入魔了 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他也绝对不会收手 第二天的晚上 当鸡贼叔正在家里洗澡的时候 汉尼巴出现了 由于汉尼巴的废话比较多 迟迟不跟动手 最终被鸡贼叔的手下也活捉了 不过汉尼巴在行动之前 已经提前在鸡贼叔家里做了手脚了 当鸡贼叔正准备动手的时候 突然光当一声发生了大爆炸 汉尼巴趁着黑灯瞎火 虚晃一照开着摩托车撒子撩了 当他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屋子里狼藉一片 他的婶婶子夫人 已经被鸡贼叔给绑架了 这时候鸡贼叔打来了电话 说要跟汉尼巴做笔交易 只要汉尼巴交出其余的狗牌 和他们掠夺的那些财宝 他就放了子夫人 汉尼巴从电话里听出 鸡贼叔他们此时正在小胡子的餐馆 汉尼巴带着武器来到餐馆 逼着小胡子说出了鸡贼叔的地址 然后把小胡子给杀了 随后汉尼巴来到码头 跳上了鸡贼叔的货船 经过一桶瞎学末 汉尼巴终于找到了 关押子夫人的房间 可当他刚一进屋 就被鸡贼叔从后面来了一枪 幸亏子弹打到了 他背后的短刀上 汉尼巴才捡了一条命 可这事鸡贼叔不知道 当他以为自己会笑到最后的时候 汉尼巴突然发弹 就把他给撂翻在地 鸡贼叔为了死的痛快点 把他最后一个手下的 隐藏地点告诉了汉尼巴 子夫人希望汉尼巴 汉尼巴能把鸡贼叔交给毒茶 但是被汉尼巴给拒绝了 这时候最残忍的一幕出现了 鸡贼叔说 当时的肉汉汉尼巴也喝了 如果要杀的话 汉尼巴也应该把自己给杀 这句话直接把汉尼巴给击溃了 这也成为了他变成 石魔的关键转转点 折磨并干掉鸡贼叔之后 子夫人劝说汉尼巴放下毒刀 今后跟着他好好过日 但是被汉尼巴再次拒绝了 当毒茶带着人赶到现场的时候 鸡贼叔的货船已经被炸上天了 数日之后 汉尼巴来到了加拿大的一个村子 找到了鸡贼叔的最后一个手下 并且干掉了这个家伙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首唐诗压经吧 别怪哥的出手中 只因过往太悲痛 欠债必须得换钱 杀人当然要偿命